沒有聊四季 天天都更新 大家好 我是Ryo 今天要來看日本對上立陶宛的對決 那這場比賽日本是由台灣高手Z40所遊玩的一場天梯對決 那這場比賽我們稍微來講一下日本的能力吧 日本能力的話的漁船效率每個時代能力都不太一樣 就是會隨著時代越來越高然後採集的資源也就越來越快 除此之外日本的採礦林地魔防還有伐木場這些生產的建築物都會直接打5折 非常非常省 再來就是它最核心的能力就是步兵 會加33%的一個攻擊速度 但是只有到封建時代才開始 所以你黑暗時代出棒棒靠欄架的時候並不會比較快 那你上封建時代之後棒棒然後再轉裝甲 哇那個裝甲塔威力很強 那其他的能力的話就沒有什麼特別好講了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立陶宛 那立陶宛他的能力是一開始會加150食物 那有些玩家他會把配置用的比較不一樣一點 例如玩海圖一開始就會拉5個人去玩木頭 提早就可以出漁船 那怨泥一開始多150食物所以不會斷春 那算是一個比較細節的一個玩法 那我們平常玩家不太會去注意這些東西 所以就不多講這個能力如何用 那他的長槍兵跟毛兵 移動速度會提升10% 所以說你封建時代打封建戳戳戳 戳法是有一定優勢在的 比較容易在封建時代打出優勢 那你上城堡時代就可以去撿影機 那立陶宛沒撿一個移機騎士都會加一攻 所以這個能力會算是在封建時代蠻關鍵的一個能力 好 再來就是獵蹄師這個單位喔 獵蹄師他可以無視裝甲 然後進行攻擊 就是真實傷害的概念 好 再來就是他的金...金罐喔 他的金罐的話是長槍兵器和毛兵 都有加二元防 其實蠻厲害的 那個戳戳防律就弄高 其實不好炸的情況下 能做到事情蠻多的 而且毛兵也有加 所以打一個垃圾兵戰法 到後期也是蠻強的 而且他有加移動速度 所以立陶宛如果是你喜歡打比較強一點的垃圾兵的話 可以考慮玩一下立陶宛 但如果你喜歡玩便宜一點的話 還是選半戰艇喔 那我覺得我個人比較喜歡玩立陶宛 好 那稍微來講一下兩邊的地圖吧 那立陶宛這邊的一個圖 算是比較麻煩一點喔 金在前面 然後果樹也在前面喔 算是比較不好的一個地方 就是要圍的話 要圍得很安全就要圍得很大 但是如果要小圍的話 就很危險 就會被燒到很嚴重 圍的方式來說 地圖算是好圍一點喔 沒什麼太大的問題 好 那應該也算是60分吧 沒有算非常好 但還是能打 好 來看一下台灣高手Z40 那他的模仿在右邊 金黃在下面 那這樣子的話 會比剛剛立陶宛那個圖好守一點點喔 那這個部分的話 沒意外的話也是守得下來了 雖然這裡有高地喔 但以他的思維來說的話 應該會從這裡圍 然後這裡 圍圍圍圍到底喔 或是這裡圍下去都可以 那目前來說的話 他的圖左半邊很麻煩 這個地方超難守 全部都是一個空曠地形 而且這裡好高地喔 這個高地也是蠻麻煩的 好 那目前 地圖來說就是這樣子喔 那我們就先來快船 那兩邊都已經點下織布 然後要準備來上空間10代 那兩邊目前都沒有 我以為他們要打棒棒 OK 那Z40要打棒棒 這邊是選擇三棒初級喔 那我們剛剛有講 日本的封建石帶著個裝甲 步兵很強 然後那確實 Z40也升級了裝甲 那拔升級好了 那目前來看一下對手的狀況 看一下Z40的四連 Z40現在目前只看到金礦區 那我們有看到其他地方 這邊是暗暗地坑是沒看到的 那目前他已經全部掌握了對手的一個支援點 那決定是要來先打木頭這個地方 那你們看這個敲的速度超級快喔 很快就把這個木槍給敲掉了 然後Z40在努力找地方打 但其實對手早就料到 因為對手Z40是日本的關係 所以應該會有來一個前置裝甲 那家裡早就已經圍死了 完全不給Z40任何機會 然後這邊金礦有挖五個人 挖金挖得相當早 這邊小工可以出得很舒服 這邊刺頭本來想來抓這個村民 但這裡也圍好了 但是這邊弓兵出來會很危險喔 因為刺頭在這邊 一出來會被抓掉喔 他會不會先放裡面 有放裡面才不會死喔 看一下會不會出來 OK有放裡面 OK那這就沒問題了 那這個裝甲步兵就可以暫時再繼續做輸出騷擾 可以拖兩隻村民的時間喔 這兩隻村民就會一直瘋狂在修 一直沒辦法工作 那簡單來說 Z40在這段時間 就一直贏兩村的概念喔 所以日本前期打裝甲塔 是一件蠻重要的事情 不是裝甲塔 裝甲步兵 好不一定要躺 因為裝甲塔的話 出事率很高 尤其在這種高分段 的比賽裡面 通常去裝甲塔的 輸的機率概率還蠻高的 因為對手都蠻會對應的 只能拿來打太極用 好 那兩邊 他這邊選擇了下雙射箭場 喔不是單射箭場 那有可能要打一個雙射箭場 然後 不斷攻兵 然後直接上城堡的一個打法 算是一個強軍式的玩法 蠻兇的 那這個話就不好打囉 就要看一下 Z40有沒有看到 對手是雙射箭場 欸這邊有看到了 欸有啊 第二個射箭場也看到了 他Z40這時候應該就 對面來動整格的 那這邊可能會開始轉 如果他要打正面的話 應該會再下第二個射箭場 但Z40沒有下第二個射箭場 那沒有下射箭場的話 這邊應該就會開始轉毛兵 然後開始做防守 不然他這邊再去出攻兵可能會出大事喔 因為攻兵處一定會追不上對手 然後不轉個毛病的話會很危險 好這邊 確實因為對方雙射箭場的關係喔 數量大數 但是這邊 依據在拖時間 右邊的攻擊手也是把對手的攻兵拉得很遠 然後這邊另一個高打滴 換掉了一隻小弓 然後對手在秀操作 導致Z40真射不到對手 好這邊拿了兩隻攻兵 想要來解這個裝甲 這邊Z40依舊是單攻兵 看來 很希望可以用攻兵打下優勢喔 這裡應該不要再衝啦 哎呀Z40沒在空 好慘阿 裝甲全送光 太狠了 哇 阿你裝甲送光了 還要再繼續出攻兵嗎 人家雙射箭場 單射箭場 出攻兵 只能靠操作囉 這就不能看靠兵種優勢了 然後那個對手 把家裡也都圍得差不多 跟我們剛剛講的圍法是差不多的 就這樣圍這樣圍 要確實要抵擋完敵人進攻之後 慘這樣子圍 不然現在實在是比較難圍一點 然後Z40也是這樣子圍 圍到底 然後這邊圍一下 那果樹吃完了 那這邊應該就還行 那這邊一樣再出小弓 欸但是 有趣的是這個 這位玩家 只吃一頭熊罷了 這邊小弓的量 沒有想像中那麼多耶 才11隻而已喔 那Z40這邊 瘋狂 再拖時間 想要射一村 能射到一村嗎 這邊怪起來 看似沒辦法 黃明小弓過來可以射 OK小弓全速倒地 OK 再有隻肉馬 一拳打倒 Z40 有看到 完美 這個藍姐 直接給他一個one punch OK 那這邊 左邊再繼續圍死 小弓 小弓要再繼續出門了嗎 小弓出門的話 Z40就尷尬囉 完全 沒有辦法擋 但是Z40這邊上得很快喔 直接上了城堡實彈 然後補下第二個射箭場 要來打一個變神奴兵 那對手由於是雙射箭場開局 按了蠻多弓兵的喔 這個田下得比較晚 所以肉量還沒有上來 那這邊的話 只有十隻弓兵做前壓 但是Z40早就已經圍好了喔 而且他運用沒有按讚毛的關係 所以他這邊上城的使用非常非常快 我家以前不知道已經撒多久了 所以他這邊肉獲取的時間更快一點 OK那看一下這邊十隻弓兵能不能做到四樓 加速加速加速 好那 對手也按下了城堡實彈 那Z40這邊要準備上來 叫城堡實彈 好那這邊升級之後 馬上點一下二級射 喔二級射跟奴兵跟二級伐木 那這邊 立陶宛這位玩家 反而選擇下了一級伐 啊一級射還沒點 你什麼意思 怪怪的欸這個人 我打工兵不點一級射欸 難道一級射只是障眼法嗎 但是家裡 唉唷 這個可以直接射掉嗎 沒有射掉沒有射掉 好險 哎呀死了一村 好歷斯林這個 前壓 都給到壓力 趕快防守 趕快防守 好這邊弓力打出個破洞了 但是這邊的攻擊數量有點少 有點危險 但是對手一級射還是沒有點啊 哇這個射程幾乎是差二的狀況 這個是四射程 這裡是我 七射程 差了三射程 因為奴兵又在讀一射程 那這邊對手已經上到封 城堡實彈之後馬上點下了戰毛兵奴兵 跟一級射 然後這時候還看到他還點一級射 他應該自己也眨眼了 一級射沒點 但是這邊戰毛兵一邊身之後 這些奴兵可能會鎖得蠻輕鬆的 那還是要先拉一下村民 不然還是會被很大的局會被射掉 雖然移動很傷經濟喔 但是不移動會更傷 死村更傷喔 所以該閃一下也是要該閃一下的 好戰毛兵升級好 來開始投一下 唉唷 投掉一隻 好那家裡這邊也把兵趕了出去 但是這邊Z40雖然比較少這裡會反打 用一個高地 唉唷 這裡看到了 我突然想到要可以反打 好這邊 戰毛直接包抄 分兩隊 OK 那這樣子沒問題 村民再回來繼續種田 好這裡全壓回去 完美 那Z40開出了3TC了 但是立陶宛這邊 還沒有開出第二個TC 木頭是有的 但是因為他蓋了這個劍塔的關係 導致沒有石頭可以按TC啊 然後家裡這邊也有圍好了 所以他也出不去 好 那目前立陶宛的話 算是很貴喔 因為花了一個劍塔的石頭量 所以導致他要去花木頭 去蓋這個採礦地 然後來挖石頭 才能去蓋一下這個TC 那這邊的話TC 數量一差距的話 農田經濟那些 就會開始落後囉 那這邊立陶宛 我是立陶宛的話 我會想要打個強攻喔 先蓋個TC 然後在前線蓋BK 然後進攻這樣子 但是對手這邊也早就 Z40也早就已經想到了 對手會這樣做 這裡也先蓋一下BK 然後出奴炮 然後來克制這個 戰毛 但是對手一個 投車無雙 直接砸掉兩台奴炮 然後右邊這邊 弓兵被逼到死角 戰毛兵直接吃光 然後左邊這邊也在追 哇 你看這個戰毛兵 移動速度很快阿 可以一直追到對手的奴兵喔 這個立陶宛戰毛就是很香了 好的快 好那這邊 投車出來有點麻煩 而立陶宛決定要選擇 轉出騎士來解這些戰毛 跟投車 那確實喔 日本城堡時代也是可以打騎士的 雖然他的體質 沒有像其他的奇兵國這麼好 但還是有他的一定基礎實力在的 OK 解掉一隻投車 好 那下面這邊 沒東西 沒東西 就一直戰毛 那邊小打小鬧 但這個還是要處理的 好那邊再加速一下 好兩邊都有接近一點小龍狀況喔 因為對手立陶宛才會有3TC 那村民宿目前開了20村左右 差滿多的喔 然後立陶宛這邊精細爆了出來 開始有大量的騎士在外面騷擾 這邊再來一個高低打敵地 然後這邊騎士來撿 那上面這邊 蓋TC 老頭直接來招牆 然後被打掉 哇這邊 打得非常快 對手立陶宛展出的騎士 那日本這邊立陶宛的騎士 全部被吃光了 好那都只剩家裡的騎士 那右邊這邊騎士 要繼續重新騷擾嗎 左邊出來挖金 哇萬人挖金 夭壽 然後立陶宛這邊打得比較保守一點 比較不會跟對方硬碰硬 還是持續戰龍 不會打一個全爆兵的路線 我覺得立陶宛也滿像那種 MIPER的那種玩法 就是經濟型的阿 不會一直想要硬碰硬 好那這邊蓋層寶貝看到 那這邊會拉更多騎士來解嗎 但是立陶宛的騎士也是滿多的喔 雖然是日本人 但騎士說這麼多什麼意思 有點多耶 好這麼多的數量的話 他好像可以考慮上下帝王喔 這個肉量滿多的 黃金術也OK 那對手立陶宛這邊 由於是開了4TC喔 他村民按太兇了 導致他的肉量跟不上 又要按騎士又要按村民 導致這個升級有點 落後了 而且他本來上層就晚了一點 所以這邊經濟又拉更開 那這邊 哎呀這邊Z40手推車沒有點耶 該不會是伏筆吧 但對手立陶宛是有點 那個輪走的 後面一個大戰 直接送進來 但是對手沒有要打的意思 欸靠啊欸 Z40沒有點輪走完了 到帝王子在這邊發現 好 頭車過來開頭 開閘 騎士 一直跑一直跑 這邊也在跑 好這個城堡 可以換掉一個TC也滿斷的喔 而且還是貼在對手臉上 這樣高地堡給大家的壓力就很大 好那DC林決定要傳出一些奴兵 好再下一些射箭場 轉強弩 這本打強弩也是滿好的 好這邊一個進攻 結果被DC林抓包 然後對方這邊在招搶 對手又再次被擊退了 好這邊也有生女 來招一下來招一下 好這裡還有這裡也有 可以再招到一隻 好左邊這邊又在打了起來 是對手的一個騎士 回來殺這邊挖礦村民 哇死了蠻多村的啊 哇對手已經按下145村 村民術非常非常的多 那DC林的話 村民術落後大概15村 但到這個時候已經沒什麼差了 村民術插死也是不重點 重點是誰先上帝王時代 誰比較重要 好上帝王時代的Z40 馬上就按下了輪軸 終於知道了自己沒按下輪軸 那這邊要趕快按那個巨型頭時機嗎 但是家裡被鬧得有點慘 哇對方立陶宛看到對手上帝王時代 直接果斷TC下開始砍村民 不言了 這一波騎士我已經要送掉了 打了一點經濟回來 唉唷 唉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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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唉唷唉唷唉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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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久 這個日本武士出來之後 立陶宛會很難打喔 突裂提示也很難受 兩邊都很難受 喔這邊又想專動 哇唷 這個Z40手速也是很快阿 馬上去蓋一堆房子喔 把這個洞稍微堵了一下 這邊順利收掉三隻騎士 那家裡就去BBQ 好這邊點下拇指環 那應該每一萬的話要出強弩了 所以這個日本武士是 比較強難到的嗎 打立陶宛出日武好像也不錯耶 因為對方出騎士嘛 反正日武也很便宜 黃金需求量不是那麼高 而且重點是他會二刀連擊 攻速極快 刷刷 對面一種 這就是很怕 遊俠那一類的東西喔 還有那個 奴兵 火槍 龍獅手 好那這邊 確定是要打日武囉 這邊護衛技術也點了 手揮車也點上去 好但是這邊想要再靠下強弩 那這邊要不要點一下這個 紅香兵呢 對方立陶宛瘋狂爆滿 再爭取上帝的一個時間喔 那確實他這一波也換到蠻多時間的 這波一直繞進去 也讓歷史裡很多兵鎖在家裡 沒辦法出門去做騷了 對手也不是泛泛之輩喔 這個時間爭取得非常好 可能就看到帝王時代了 第一次靈章一直被迫 把兵拉回來去喔 這邊騎士雖然有追上 但是 正面的話兵有點少 但正面的話有強弩回去防守 唉唷 這邊防守實際不錯耶 完全抓到了這個timing 好那這邊二級的步兵防禦也點下了 看來是要打日武沒錯囉 好最近投資機出來 開始狂丟 欸那這邊立陶宛點下了金冠 那我們剛剛金冠有講到 是他的長槍兵跟毛兵的那個 遠距離防禦會加2 那這邊出戰毛的話 打這個戳戳 跟強弩就很強了喔 防禦率很高 充武率很好 那對手沒意外的話 會開始爆出大量的戰毛兵 欸做反擊 那這邊Z40只要出日本武士 就可以屌坦對面的戰毛跟戳戳 我覺得要看一下Z40會不會轉大量的日武喔 想不想也沒按日武喔 反正是點下大級兵 好正在這邊Z40開始再控外面的野精 維持一下自己的經濟狀況 在右邊這邊駝車也在可以拆這邊城堡 好那這邊Z40要躲入這個城堡射程 要深入敵軍 好要來做騷擾了 正面來說 三級鋪兵防禦也點了 唉呦這個大級兵按得不錯欸 這個騎兵確實 該用這個大級兵來解 確實效果很好 瞬間戳掉一堆騎士 很痛 好騎士剩三隻趕快跑 那正面的話還有更大量的騎兵在這裡做防守 不愛讓對方騎士上來硬貼這個巨型頭司機 好那這邊也錯了巨型頭司機要來反擊 但是這邊化血也要點好了 這邊強弩會很強喔 但是這邊戰毛早就有所預備了 看一下這邊交戰 這邊交戰高地打滴滴 但是這邊有點金冠的關係 所以這邊防禦很高 4加6阿 哇塞 你看這個 強弩射這個戰毛幾乎沒什麼扣血阿 應該只扣一滴吧 強弩打這個戰毛兵只會扣一滴耶 好扯喔 右邊這邊大量出出進來 這邊很大量戰毛兵想要防守 這邊戰毛兵有允攻速慢喔 雖然打騎兵傷還可以 但就是你們懂的 這個是還是有這個 風速的問題在 風速的問題在 哇這個遠防死的戰毛真的是很 很貴阿 哥德爾的防禦也是死喔 這個戰毛兵跟哥德爾護衛隊一樣 一樣硬 而且還不用黃金 算是血量少了點 好那這邊的話 那目前利桃圓是一個大戰毛時代 大戰毛時代 直接用戰毛解掉了大量的戳戳 太狠了 唉唷唉唷 第40點下了精銳日本武士 我不時不覺中突然解下了 好來看一下這邊 日本武士要怎麼切菜了 準備散菜囉 好這邊還蓋了一個炮 要來挖進 太狠了 好第40日本武士 走得出來 想要開始砍了嗎 一刀兩刀 哇 三刀死一隻 很快 喔這邊也在砍 喔那種打錯GG 欸我不要想到這個 哇這個路 才剛好 剛剛登場 對手馬上就投降了啊 他覺得沒救了 日武出來他真的沒救 日武太痛了 哇 我們終於在我們頻道中 第一次看到 日本武士的出賞 哇這個日本武士 果然 很猛啊 兩刀 三刀死一隻戰毛 這個威力真的是 不可忽視啊 那看一下兩邊精進狀況 兩邊精進狀況是 歷史林的大獲全勝 那 食物的話 只有稍微領先5000 那木頭的話領先 六千耶 那這邊果然是立陶宛這邊 經濟上 有落後的關係 所以沒辦法 就因為 經濟的關係 輸掉這場比賽 好啦那我們今天影片 差不多就到這了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請再幫我按下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